簡單介紹一下 College Bike是我所做的一個 我跟我朋友一起共同創立一個單車的品牌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現在是台大國際企業學系 升大師的學生 那就是前面這個 檢學長的學弟這樣子 那我前面也有講過我自己的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觀察挑戰現況跟改變 那我覺得是影響我很多 然後會讓我想做這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College Bike是一個 我跟我朋友一起共同創立的品牌 那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我跟我夥伴的一個合作 那隔壁這個是我的夥伴 他是我的國中的同班同學 跟我非常的好 那我們也很幸運的念了同樣的大學 那我們當初就是在一年前 我們覺得就是那時候剛準備升大三 然後我們進到在台大過兩年 然後我們發覺自己昏昏惡惡的過生活 那我覺得我們對這個社會 對整個對我們周遭的生活並沒有任何的貢獻 那我們就想說那我們來做個什麼好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改變我們腳踏車的產業 因為大家也知道大家應該都有去過台大 台大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腳踏車 那這些腳踏車 等於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一個交通要件 那我們在這中間發現 其實現在腳踏車產業 非常的傳統 非常的老舊 然後非常的不完善 簡單看一下就是我們台大目前的腳踏車 其實其實就是性能 但是卻不注重它的美感 也不重視它的外觀 或者是它整個的好看度 所以其實你看到它 你會覺得它就是一團廢鐵的感覺 那其實這是在台灣整個產業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其實很少去注重 就是所有東西的美感 對 那我覺得這是其實我們需要去改變的 也就是我觀察到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 這是大家應該可以看清楚 這是台灣傳統的腳踏車店 那這時候我會想說 為什麼要有腳踏車店 在這個網路已經這麼發達 網路購物已經那麼輕鬆的一個年代 為什麼要有腳踏車店的存在 我會覺得這個腳踏車店 它能做到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去為消費者去維修這個腳踏車 那所有的賣車的這個服務 其實都可以轉嫁到 移嫁到網路上 去減少到這一塊的成本 因為我去問過這些腳踏車的老闆 腳踏車店的老闆 其實他們就是在 在工廠製造出腳踏車之後 給這個貿易商 那貿易商再把這些腳踏車給 腳踏車店 腳踏車店再把腳踏車給 所有的消費者 那其實在這中間每一層 每一層都是成本的提高 所有的人事的費用 或是所有的溝通或什麼東西都會造成 它價格的提高 所以其實現階段 你們拿到所有的腳踏車 它的價格都是在它 一開始從工廠出來的 可能三倍到四倍的價錢 那這時候我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有中間這一塊 那還不如就是 由我們直接來跟工廠做聯繫 然後直接在網路上進行銷售 那直接最後 直接就可以轉交給消費者 不用中間的任何的過程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錢 那也可以幫消費者 拿到更便宜更好看的腳踏車 因為起源於 第一個就是在 我們認為外觀的設計非常不好 第二個就是我們認為在整個的價值鏈 在產業鏈上過於的瑣碎 因此我們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自己的品牌好了 因此 這是剛剛講的 價格鏈僵固 然後單車產業不重是美感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來做一個平價又耐用 然後又強調美感的腳踏車好了 然後在網路上進行銷售 來把這個產業鏈整個縮短 降低成本 然後將單車與生活做結合 因此我想到了Collegebuy這個品牌 對 那這就是我們所做的腳踏車 這樣看起來有點過曝 總之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台單速車 我們用這個腳踏車在學校各大校去做販賣 那我們主要就是讓我們認識的非常多校園 非常有名的學生來進行我們行銷的一個管道 讓他們拿我們腳踏車去拍照或是去做分享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實迅速的累積了在學生的心中的一個知名度 那我們在第一季自己賣腳踏車 我們總共因為我們沒什麼錢 我們就是自己跟我爸媽借錢 然後賣腳踏車 我跟我媽借了30萬 然後做了100多台腳踏車 然後在一個禮拜內把它賣完 那第二次後來在半年後 就是在去年 在今年的2月或3月的時候 我們做了350台腳踏車 在網路上進行宣傳銷售 那總共有大概兩三萬人來分享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圖 然後在開賣的一個小時內 就賣出了350台的腳踏車 那藉由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很快去省掉中間成本 也讓大家可以直接拿到最好的東西 因此講到這個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聽起來非常風光的一個過程 但其中就是我覺得創業是一個很累的一條路 雖然說我其實沒有到外面工作過 所以我自己對這一塊 我對工作到底有多痛苦沒有很大了解 那我在做這個 在這個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兩個人 然後我們包辦所有到彰化廠去跟廠商溝通 然後把東西運來 甚至是我自己去組了這120台的腳踏車 我們在三天內把它組完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訓練非常多 像是這個地方是在台大的小福廣場 可能大家有去散步的時候會經過 我去年的現在 就站在這個小福廣場 然後發我們的宣傳卡給所有的路人去介紹我們腳踏車 我在那邊站了兩個禮拜 然後每天站7到8個小時去做宣傳 然後回家再去經營我們的粉絲專業 然後再處理所有的跟廠商的溝通的事情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我藉由創業這條路其實進步了非常多 就是在所有的思考在想法或是在跟人家討論上 那我覺得這是我蠻幸運的一件事情 對 這就是我們在第一季交車前 就是自己去租了腳踏車 然後都三天沒有睡覺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創業這個東西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剛剛有講到的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去觀察現在這個環境 就像我發現我覺得腳踏車這個產業有它改變的空間 或是所有的東西可能你見到你覺得有所不滿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大家會去迎刃說那就讓它繼續這樣好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去改變的 因此我覺得我們需要做的是去觀察我們身邊生活周遭的問題 然後去挑戰這個現況 然後去進行改變 最後再配上自己的夥伴就像剛剛講的集團隊的力量 然後最後再努力再完成自己去改變這個社會 那我覺得這是現在台灣人有點欠缺 可是做起來其實會非常有成就的事情 謝謝大家